天气消息 台湾气温30度 晚上以后 东北季风增强 中国冷气团从西北方进入台湾 北部有雨 温度下降10度 中南部降温不大 偶有薄雾 至于90W6是否能生成25号台风帕卡呢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数据 11月29日中午10点 90W6在北3.5度 东京138.4度 新济内亚北600公里 中心气压10600帕 热带扰动中心时速36公里 每秒8公尺 过去6小时 受太平洋高压 又大又厚往南延伸的影响 90W6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移动 海温28到29度 风切时速26公里的条件下 缓慢增强 向西南西移动 逐渐靠近新济内亚西北海域 变化不太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见 北极强烈寒流已延伸到山东半岛到云南西北地区 大雪到小雪 温度零下30度到3度 武汉到上海有 大雨到中雨 温度12度 广东有28度 随着冷气团南下 温度会一直下降 但在马来西亚海域 却是非常适合低压的发展 专家认为 这里未来一周 会生成低压 往西北移动到孟加拉湾 形成印度旋风 是不是这样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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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